宜兰县学习型城市计划 由黄孔良老师 倡议以温泉养生无感体验 促进江西温泉地方产业 找出市场差异性 并借由推广全人健康身心灵平衡 这项子计划带动江西温泉业者 找到另一个新契机 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产业 都能够跟着我们走这一块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训练出来一些 那个训练员然后这些师级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到购乱店 能够带领的游客 去体验真正的泡温泉的 像五行汤啊冷热汤这一块 借由佛光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五行汤跟冷温热 泡汤的一个引入呢 让我们可以感受更有系统的 来泡这个温泉 也能够注意大家对泡温泉 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跟概念 进而达到更促进身体健康 对自己非常有帮助的 一个养生乐活学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除了业者有感之外 江西乐活养生温泉方案 也获得政府机构认同 正是江西温泉在国内旅游市场中 应找到更具指标性的亮点 以打团体这样的方式 来推广江西平地温泉的特色 我们需要有政府来带动 因为在整个政策跟资源的配置上面 但是我们更需要有的是主动学习的市民 那大家能够体验到这个中正学习是 学习是非常有富含乐趣的 也富含这样的一个生活文化意义的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进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之旅 理论的导入 然后我们用这些理论的导入呢 去训练温泉产业的一些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可以成为教练 然后让这个泡汤这件事情 不会是单纯的一件泡汤而已 他可以有更多的深入的思考 换上泡汤服装 出席参与的产业界团员 在情境引导员带领下 以分组方式实际体验黄孔良老师 所设计的冷温热温泉浸泡的流程 参与者透过浸泡冷温热 不同温度的温泉 藉由引导者的导引 深刻感受身体状态的变化 除了可以促使体内循环外 也能够因应外在不同温度的变化刺激 而活化自律神经 促使交感与副交感神经趋于平衡 借此来达到输压减压的目的 我们眼睛观想着绿色 耳朵聆听水波的声音 逼致西秀水池的芳香 带学员或是这位贵宾这样浸泡 然后就是希望说浸泡的时候 把他的意念下沉到我们的命门丹田这边 然后启发身体头部之外的其他能量 这样要让启动自己的自愈力 江西少数的温泉业者 设有像这样的五行汤匙 这些五行汤随着季节的变化 会有不同的汤底 经由引导员带入感受温度 与身体变化的步骤后 参与者深刻的感受到 这样的泡汤和过去大不相同 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焦点 注意在身体的某部分 那进而去改善我们那一部分的治愈力 黄孔良老师与江西地区业者合作 共同推动温泉养生特色 在组织上成立了策略联盟 在人力资源上培育了情境引导员 以身心灵全人健康的学术为基础 发展实际可行的服务方案 住进健康的这个方式 甚至是结合乐活的这个概念 反而是更能够去帮助 所谓的亚健康这个领域的人 而这个亚健康领域的族群是很大群的 那他们可以在自己有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就可以去如果有一个方法 养生的方法就可以恢复平衡 解除他们的一些压力 可以避免去走向病临 随后进行分享交流时 许多参与者认为透过引导式的说明和学习 可以让游客停留在泡汤池更长的时间 进而达到让身心灵平缓下来的状态 因此未来若是能够在游城中 设计相关活动内容 将大大提升游客再度光临郊西的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让扰动地方 让地方的业者 学校 以及这些参与的学员们 共同来学习 怎么样让宜兰变得更好 更进步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精神 透过宜兰县学习型城市计划 温泉养生方案的推动 一方面建立了业者 推出差异化的服务妆碍 一方面也培养出多位带领游客的引导员 在产业创新与人力赔利上 是这项计划最为显著的成果